这不是蝴蝶机 女童吐槽银狼 这是HTC当红的蝴蝶机 这也是蝴蝶机 只不过这是12年前热卖的Nokia蝴蝶机 上月初台中一名36岁男子上网 以送蝴蝶机又骗一名小六女童当他女友 又约女童看MTV趁机伸狼爪 亲爱的,我们做爱好吗? 好痛哦,不行 女童向他掏手机,男子却掏出Nokia 这不是蝴蝶机 这也叫蝴蝶机啊 后来女童妈妈发现女童枕头下了手机 又听见女儿跟男子通电话 对方竟说出老婆爱爱的对话 最后得知女儿曾遭手指性侵起得报警 警方逮捕男子 他辩称只有亲亲抱抱 没有用手指性侵 女童母亲怒刺男子 年纪大女儿快三倍 竟然还如此不要脸 警察也痛批男子竟以手机诱骗女童实在可恶 讯有意妨害性自主罪嫌将他含送法办 律师指出 男子利用未满14岁少女发生性关系 一行法科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董新闻 蝴蝶机是无辜的报道